白燒鰻魚端上桌翻到背面 歐密碼 整片黑的發亮不止一塊 整條鰻魚皮都焦黑一片 用彩民眾看傻眼 但店家竟然說是正常現象 正常應該不會那麼焦吧 我應該不能接受 太焦了吧 有一個焦味吧 下次目再廣告 民眾捕網控訴訂了兩個月 才排到殖民鰻魚飯轉賣店 點了一份九百八的白燒鰻 卻發現整片燒灰 大家吃起來味道還很苦 跟店家反應 沒想到對方卻說鰻魚黏膜 本來烤起來就是會黑跟焦 是正常的讓他無法接受 文章一出 網友直呼 這上面是黏了一片海苔嗎 白燒鰻魚變火化 別騙我們沒吃過鰻魚飯好不好 通常我去烤多多少少 一定都會有一黑色的東西出現 這種做法不太能接受的話 其實都可以再跟我們反應 我們再做更多的教育訓練 有九十年歷史的日本鰻魚老店 曾登上日本米其林餐盤推薦 今年一月才登台 卻碰上消費糾紛 業者解釋日本烤鰻魚 有分關西派和關東派 關西派的白燒鰻魚 會直接上炭火燒烤15到20分鐘 本來就會刻意烤到焦脆 吃起來口感比較Q彈 油脂的話燒焦 它會產生多環方向煮 碳禽化合物質 自來物質 看到焦黑的食物盡量少吃 Google評論中 也曾有人吃到焦黑的蒲燒蠻 認為店家烤工技術不穩定 業者強調如果顧客反應 一定會協助處理或更換 但這回被顧客指控消極處理 做餐飲業只能多加調整 才能留住消費者 記者張正銘 張蓮子 採訪不到我們 沒有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瞄一下 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